比比东害死千寻集 当时千道流的这真相并没有出手报仇 反而握紧拳头 强忍了下来 丧子之痛对于千道流的打击很大 本以为千道流放弃了复仇 但其实千道流在下一盘大棋 比比东只不过是千道流的一枚棋 最终比比东输得好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比东杀死千寻集后 千道流是如何报复比比东的 斗罗大陆动画第245集更新 为了参加天使第九考 天使神专门放出了比比东害死千寻集的画面 看到自己的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富有正义感的千人雪 立刻拿着天使圣剑准备击杀比比东 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而此时的比比东 也终于明白了当年的真相 这么多年 比比东兢兢业业努力建立起来的五魂帝国 只不过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其实千道流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比比东如今大权旁落 就是六大供奉 在千道流的授意下完成的 目的就是让比比东 交出五魂帝国的最高领导权 也就是说千人雪将会成为帝国的主人 比比东将会看着自己最在意的权利 一点点在自己手中消失 最终体会到痛苦的滋味 这对于比比东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还记得当初比比东 被惊恶赶出嘉陵关时 狼狈的模样 如今的比比东 终于遭到了千道流最狠的报复 就连自己的女儿 也不相信自己 举起手中圣剑 就要为父报仇 比比东心中有苦说不出 这种被亲女儿围着打的遭遇 将会是千道流最狠的报复手段之一 大家觉得 千道流利用比比东 最终夺走比比东手中的权利 这招够狠吗 欢迎留言讨论